环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國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 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開始 歡迎一流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政大國關中心研究員 顏正勝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前立委蔡政委員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還有亞太防務雜誌 總編輯政紀文總編 思敏好大家好 好觀眾朋友這一節 我們來看看這個小米 三年造車的成果到底如何 他說他花了三年時間 來做研發的這款電動車 SUV7 現在熱賣 這一款的高端跑車 外界預估 將會讓德國還有保時捷 跟美國的特斯拉等高端的車企 來直接面臨挑戰嗎 我們來看到在28日這一天 也就是開賣的首個週末 造成了轟動 每一家門市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客流量 接近都是達到萬人的這麼多 那麼同時 試駕排隊的這些人 更是到了凌晨三點 小米門市的員工說 車子真的賣太好了 他們都一直忙一直忙 忙到了清晨四點才能下班 隔天早上九點又要上班 我們帶你來看到這一次 小米一共是推出了三款的這個車型 包括了我們先來看到最基礎的 就是標準版 然後呢它還有這個 Pro版本跟Max版本 最便宜的當然就是標準版的 售價人民幣21.59萬 叫美國的我們來看到Model 3 在大陸的售價是便宜了3萬元人民幣 好小米最高規格的部分呢 是達到了29.99萬元 換算薰台幣130萬 到底賣多好 我們也來看到數據 每4分鐘現在說出可以賣出1萬台車 7分鐘2萬台 接著是27分鐘直接賣破5萬台 雷軍他是更是宣布上市24小時已經銷售 破了88898輛 一天預訂了將近9萬輛喔 非常驚人 一邊是小米的盛框 另一桶我們要來看到蘋果了 同樣是從手機要來跨到電動車領域的蘋果啊 就沒有這麼風光了 今年2月底蘋果還傳出呢 他說研發了長達10年的這個Apple Car 現在不做了 針對此呢 我們來看到美國媒體是怎麼評論的 他現在是以中國的小米 剛剛向蘋果展示了智慧手機製造商 如何製造電動車為題 PO出疑問 他說小米是如何做到 蘋果花了10年時間才去做到的事情呢 還狠狠地酸說 蘋果執行長庫克 你應該要好好的來做檢討了 我們也帶觀眾朋友稍微回顧小米科技 其實呢 他從2010年開始4月創立的 那麼到了10年之後 2011年進軍到 2011年 也就是一年之後進軍到了手機市場 隨後呢發展出了多種的消費性電子產品 當然大家比較熟悉的 包括小米手環電視空氣清淨機等等 擁有多個子品牌 特別呢 我們看到在全球手機市場疲乏之際 小米手機不斷創佳機 在去年第三季 當我們看到三星蘋果 OPPO銷售都下滑的時候 小米仍然持續增長 維持現在全球的市佔 我們可以看到大約是14% 排名第三 如果是看到中國手機品牌在全球的部分 現在還是佔有第一的龍頭寶座 今天帶您來了解小米如何從一家草創企業 創造中國大陸手機家電帝國 再進軍電動車市場新版圖 雷軍身為成功的創業家 到底具備什麼樣的特質 小米電動車在國內內捲又有多高的成功機率優勢條件 好 現在請委員我們來看看為什麼這一台車可以賣得這麼好 這台車賣得這麼好 因為它下訂要付5000塊人民幣 同時下訂之後有一個所謂的寬限期你可以退 可是也不要忘記我們不能光說好話 它昨天就開始有一天裡面就200多人要退貨了 這裡面就是說第一個它這個商品它推出來的時候 本來就有一個龐大的米粉 我們叫米粉 就是小米同學一個很大的一個群 而且它的造型是年輕人非常喜歡的 所以家境好一點年輕人就有能力來訂這個車子 那雷軍他設計的產品你注意到 他沒有一樣產品是可以稱得上世界頂尖產品 沒有一樣不管是手機或者這一款汽車 也不是世界頂尖的產品 那不能跟比亞迪比 那它有一個特色 它就是很容易抓住消費者的喜好 注意到它是抓住消費者的喜好 它不是在創造什麼了不起的科技產品 它對消費者的脈動 坦白講非常了不起 抓得到消費者的這種想法都很成功 所以它不管是賣家電產品賣什麼東西都是很成功 那我要特別說這一款汽車 我替它是擔憂它能夠生存多久 我坦白講是這樣子 這一款汽車至少也成功不能跟蘋果來比 因為蘋果要走的路線 它想要自認為它是蘋果是要在科技突破 科技創新 可是蘋果沒有辦法到達這種階段 你看這小米這一款車 它只在內裝設計花功夫而已 那這個它的專長 它的內裝設計真的是 看起來人人都很喜歡 那比如說那個SUV7標準版 它是告訴你說我可以跑700公里 就充完電700公里 那PRO可以跑830公里 然後可是到了MAX的比較貴的反正是跑800公里 它沒有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電池是誰幫它生產的 林德時代 也不是它自己生產的 車體的底盤 我們知道一部車的底盤要能夠成為成功的汽車 三年做不出來 誰幫它做底盤 是用舊有的底盤 是北京汽車的底盤 所以底盤是北京汽車的 然後這個 那個什麼 那個電池是誰的 是林德時代的 所以它在三年內設計一個車殼來講 平常你講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是把別人做好的放進去 是 因為真正的科技重心不是在 在內裝跟車體的控制 不是在這方面 可是它就能夠有那高度的敏感度 去抓住消費者的喜歡 如果看到它的內裝一定會比什麼 比比亞迪的 比特斯拉更喜歡 它就有這個特色 那我們要回過來講說 它有沒有告訴你一件事情 我電池可以用多久 它沒有告訴你 所以你會看得到說 MAX比較貴 瓦特數也比較高 可是沖完電也跑的時間 沒有Pro來得長 這裡面 廠的秘密就在這裡 它從來沒有告訴大家 它科技產品的技術 因為它賣的對象 不是懂得汽車的科技專家 就像說賣的飛機 一定要懂這種防護雜誌的總編 一直看得懂 我們兩個看得懂 飛機裡面那個七七怪怪的東西 我們看的就是外表 看的就是戰鬥力 作戰半徑 可是它懂裡面的引擎 渦輪 渦散等等 這一款也是這樣子的 所以Apple當時為什麼會失敗 它走的路線 它一開始設定 在AI汽車的高度突破 可是很不幸的 蘋果自己的AI在整個市場上 也敗給了誰 敗給Microsoft 也不是敗給Microsoft 也不是只有蘋果 Google也敗了 Apple總也敗了 沒有人打得過Microsoft 現在是全世界最成功的 可是你對於這個 Apple來講 它如果不能做一款東西 去突破現有的科技的現狀的話 它不想要退出來 它的品牌比較重要 對 所以它一段的嘗試就是AI無瓦突破 可是你說那個小米車款機車講AI嗎 沒有 衛星通訊嗎 沒有 它就是讓你消費者喜歡 那我為什麼說我替它有點擔心 我對它很尊敬 就說 哎呀 你超完這麼成功 幹嘛冒那麼大的險 這個投資很大 對 你以為林德時代會給你便宜嗎 你以為北京機車會給你便宜嗎 都不會很便宜的東西 因為北京機車底盤做得非常好 在全世界都知道 它的底盤真的是非常有名 很多人不曉得汽車底盤都重要 我跟你講 賓士BMW為什麼會這麼貴 它底盤安全性世界第一 這個你沒辦法講 他們懂得做這種 那個什麼 做那種戰鬥機就知道說 有時候有些基本架構 是最難的部分有沒有 不能空中解體 對 汽車一樣的道理 所以對於這一款是組裝型的 它會有幾大行銷上的困難 新鮮期很快就會過 過了以後 上有特斯拉 下有BRD 好 所以它還會面臨高度的競爭 重點是它看到這個外裝設計上 都可以非常的吸引 許多的小米這些消費者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它也很成功的 結合了許多其他廠商的技術 包括電池啊 底盤等等 這也是它的優勢 我們再繼續請教閻老師怎麼看 過去他打下這個電子帝國啊 這些很厲害的家電等等手機 現在往電動車去發展 您如何看好它的前景 剛剛委員已經說了一些些 它的擔憂 您又如何看 我覺得委員剛剛指出來一個很重要的 它會讓一些年輕人比較 規定完全懂這個電動車的 但他們對它的觀念可能會接受 他就是說我準備是把我的手機 還有這個駕駛跟這個車子 完全結合就是一個 等於是他說是一種他們的生態 就是所有東西 這個年通的技術什麼等等 全部都通了 那我覺得這一點絕對是吸引人的 對不對 你現在有的時候 你看這個手機的 它根本就可以直接在這個 如果在這個車子裡頭 就有這樣的通訊的設備 那所有的年結我覺得就不一樣了 就等於是一個整合型的一種 AI一樣的 或者現代化的一種這種生活 那我覺得這個會吸引很多年輕人 但它這個價格 確實會讓大家擔心 就是第一個 你的價格這麼低的話 那包括國外 都會來找說你也沒有傾銷的行為 就是你這樣子的價格 到底是不是有什麼政府的津貼 這些都會去調查 然後一定會打官司的 因為總覺得你這個價格 可能好像是有點是不符合市場 應該有的價格比較低了一些 這是另外一個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我們如果看 整個這個小米的這種方式 那為什麼今天那個蘋果會做不出來 因為說老實話 沒有一個過去經營就製造汽車的經驗 然後直接來跳進汽車 確實是比較難的 但是今天它可能小米並不是在意說 我要有多先進的技術 我就用現成的 但是對蘋果來講它可能就是需要一個新的創新 所以如果你去看蘋果真的是還蠻慘 它投入了差不多一百億的美金 十年養了兩千個人 結果說停就停了 那就把這個錢我想也沒有幾個公司可以就這樣子丟掉 然後就直接說好像階段性任務結束了 把你們重新調整到別的地方去做AI或什麼別的 那我覺得這個到底是看到了什麼東西 就像委員剛剛講的 可能這個不是小米該玩的東西 因為連蘋果都玩不下去 但是小米 我覺得大陸的廠商就現在有一個特色 你怎麼去搞我 制裁我 反正我國內市場夠就夠了 而且大陸現在的狀況 我自己的感受是 過去我們知道這些國家 包括在台灣我們以前也是 韓國更是如此 沒事要買自己的 國產計車 國產什麼 愛國 結果我現在看到大陸買他們的車 不是只是愛國了 他們有些人是覺得說 這個品質是不錯的 開起來覺得還有有點瘋的 那我覺得這個觀念如果存在 那真的美國很難打壓 是 我繼續請教總編 我們延續剛剛這個 顏老師特別提到這個價格的方面 在國外可能會面對傾銷的問題 所以現在想要問的是 國內自己電動車有內捲 國外又可能會面對 現在我們看到的關稅制裁等等 小米的成功率到底大不大 然後他有辦法說 他主要是放在國內市場嗎 還是說他要做外銷 他的藍圖到底是什麼 我們知道中國大陸這個經濟發展 內捲嚴重 向來是他各行各業普遍存在的 我想這個汽車特別是電動車 也存在這樣巨大的問題 事實上從目前大陸各種電動車 它的價位分佈其實很廣 從十幾萬這種便宜的 到可能八九十萬 甚至一百萬這種頂級的車 不管是高性能的SUV 還是這種超跑等級的 其實他都有 但是我必須說20到30萬這個等級 這種可選擇性是蠻多的 也因此小米這輛SUV7 進入這個領域 由於可供選擇的產品 車型真的蠻多 因此我未來還是要看他 如何贏得消費者的口碑 而且他擅長這種內裝的設計 剛剛委員有講 是不是能夠吸引最多的買家 而這一次SUV7 他首發表我們可以看到 他雖然等著試車的人非常多 但是大家也發現 這些客群裡面好像以年輕人居多 我想米粉是他一個很重要的族群 但這些米粉就是看了以後 他是不是真的就決定下手我一定買 或者預付電金以後 我保持90%以上我都能買 這可能還要待未來幾天 慢慢沉澱以後 它的銷售數據才可以看出 而且從這幾天也有一些評論說 這個SUV7 它這整個外型雖然很漂亮 但對於有一些買家來講 他就覺得還是有一些 比較需要修正的地方 譬如後座的空間感覺不是很大 好像感覺上適合這種小家庭 譬如說三口之家 四口之家 這個小孩子沉在後面還可以 但是如果說沉人的話 就覺得SUV7好像空間表現不夠 因此未來小米這個汽車要 逐步擴大它的版主 當然不能只有SUV7 未來還要有其他車型 不同價位 不同車型 然後不同的性能和不同的功能 那就是符合一般車企 它的發展這個走勢 但是我也必須要呼應 剛才委員講的 經營汽車業真的是不容易 從手機這種製造到跨足到汽車 這個能不能成功 事實上這個問號很大 事實上連汽車公司本身 如果跨足另外一個汽車 未必能夠完全成功 譬如說很明顯這個 之前育龍自己有一個品牌納智傑 後來發現大家燒了很多錢 經營效益是不是那麼好 其實也有待商榷 因此我認為很難用 目前這麼燦爛的市場反應 能夠得到他這個一定成功 未來還需要他後續的產品線 然後最重要能不能抓住買家 抓住市場的定位 殺出一條血路 但由他的內捲 還有國外激烈競爭市場來看 我認為雷軍走的這個路子 其實風險滿高的 但我們不管怎麼樣 我們預祝他成功 是 好SUV7可以走到哪裡 我們持續市場再關注 不過背後絕對是有小米這些米粉在做支撐 我們要的企業家 他各種不利的條件底下 我願意試試看 我願意試試看 那試失敗了 賠錢了就賠了沒辦法 當然他沒有像那個什麼 蘋果說一百億丟到水裡面 那種本事 但是這種企業家會為很多人開創出新的道路 比如說好萬一今天雷軍這條路線失敗了 那就可能他會被那個寧德時代過病 或者跟北京汽車過病 北京汽車國有失業 財大利益大對不對 資產很龐大 他說不定拿去做會做得更好 我是舉這個例子 意思就是說他不一定會成功 可是他這種開創的勇氣 就是一個什麼企業要的東西 現在大陸上普遍的有很多行業 都已經沒有人投資了 所以很多外交產業都移到國外去了 那他開了一個產業就多了一個 這個人員就業機會 多了一份的GDP 所以我們當然就像這個鄭總編 要給他祝賀 可是也要知道說 不要以為這樣樂觀下去 就一定會漲上去 因為他的股票在香港上市 而且買的股票大部分都是外國人 所以就以為這家公司股票會漲 那另外一回事情 我要特別提一件事情就是說 小米在中國大陸可以做很快中期的 很大的優勢 因為全世界汽車零組件 最大的製造機率在哪裡 中國大陸 他就像百貨公司 夏平來來就可以做了 問題是 蘋果每一樣東西都要自己做 你就要搞到民國來的 一百億幾美金其實也不夠 我打幾個比方 不要講別人 連世界 我坦白講 現在世界公認的頂級車子 還是賓士跟BMW 那這兩個車子 也有很多的零組件在中國大陸生產 沒錯 所以你要知道說有這個中國大陸這個母體 不只是剛才這個顏教授講得很好 就是說市場撐著它 隨便下訂就是八萬輛 可是我們納智捷剛開始推出了也有一天五六千輛的 可是後來就慢慢消失 要決定生死要看二手市場 如果你今天二手市場跟一手市場打折 打得太離譜 這個車子很快就被淘汰 納智捷就輸輸在這裡 很多人買了以後 我看了兩年二手市場怎麼 價格抵得太厲害 這個車子就會被淘汰掉 所以今天你只要看到哪一個車子 比亞迪今天為什麼走得下去 他的二手市場打折的幅度 跟BMW賓士沒有差太大 這是他最強的地方 可是現在大陸很多電動車 在二手市場裡面 就好慘對不對 所以就看到未來二手市場 到底能夠撐多久 是 好 謝謝委員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這一節我們來看到華為發展的進度 為了限制中國大陸AI領域的發展 我們來看到美國政府在2022年10月 還有去年10月的事分別 公布了晶片出口法規 還有修訂版本 禁止這些先進晶片 還有生產設備出口到中國大陸 但是隨後傳出中國大陸的業者 仍然是透過一些管道取得了 輝達等等AI晶片大廠的產品 一邊它是在強化進口 另外一邊我們可以看到 大陸持續的加大晶片國產自主化 來看到的是不死鳥 華為這一次早上是大陸的晶片設備 開發商新凱來力拼5奈米先進製成晶片 美國眼看華為持續壯大 現在也感到威脅了 決定再加大制裁力道 最新我們要來看到了 拜登政府在3月29日再次修訂了晶片出口法規 並且修訂的版本 這一次洋洋灑灑一共是列出了 總共達到166頁 將制裁擴大到了裝載高階晶片的筆電項目去 預計這項建立在4月4號就會正式的生效 要將大陸的AI發展堵得滴水不漏 這真的有效嗎 我們要來看到的是 美國的媒體都形容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遏止政策 往往是可以反助攻陸器迅速發展 包括了華為已經真實上演了絕境反彈 那麼我們也看到了 華為在上週五公布它的2023年業績 全年營收的部分現在是正式的來到人民幣7042億元 換算新台幣達到了3兆元 年增幅的部分更是高達9.6% 其中來看到淨利的部分達到人民幣870億 新台幣換算是3800多億元 年增幅更是暴增了144% 竟然回到被美國晶片制裁前的水準 也難怪美國這麼緊張了 我們要特別來關心 為何現在美國強力的制裁之下 華為的淨利部分 我們剛剛看到還是持續的翻倍 手機業務現在強勢回歸 包括MAT60系列手機搭載的 就是華為自主研發的麒麟9000S晶片 是關鍵的驅動力嗎 委員怎麼看 我覺得花招多以十指 太難了 我也時機也過了 美國要打壓 已經沒有什麼機會了 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關鍵 就是說 中國大陸在半導體的機組技術 已經建立起來了 這是最重要 不管是設計 製造 封裝 測試 你說要全面性封殺 太難了 那你說拜登 他們美國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什麼奇怪法 他以前打日本的半導體 那什麼東京 電子 還是東支電器 我忘了他的名字 那個東支頭 一打就倒 打那個法國的 哪一家很有名的化工廠 一打就倒 結果全世界被美國打的公司 只有一家還沒倒 就是華為 所以他們不死心 一定要加吧 他怎麼不去打小米呢 他怎麼不去打那個 那其他什麼 什麼榮耀呢 他覺得 我會幫你打華不可 因為只有你會威脅到蘋果的地位 你說那個小米如果威脅到蘋果的地位 那科技水準差很遠了嘛 真的不是我說小米不好 而是他消費者導向不是科技導向 所以這有差距 美國會打OPPO嗎 會打VILA嗎 會打那個什麼 那個船 船音嗎 不會嘛 因為美國就是 我沒有打倒你 我會把你打倒不可 偏偏喔 華為是一個不死鳥 能夠從火這個什麼火鳳凰 燒完再起來 所以華為的戰鬥代表了一個 中國人的一個堅韌的精神 所以也捕獲大陸的民眾的高度的支持 我們也給他高度的掌聲 你說他打那個什麼 晶片設計他海獅設計越設計越厲害 那本來設計要靠一個設計軟體 就他自己寫設計軟體 好 那就卡到你製造了 我不給你這個日本 美國以及荷蘭的機器 你做得出來嗎 那日本的機器 美國機器平常講層次比較低 大陸上CopyCopy就做出來了 荷蘭的光刻機 是集所有專利於一身的 才做出來了 結果那好沒關係 去年那個日本 荷蘭首相那個Mark Lut 批准讓中國大陸買了所有的DUV EUV不賣 那都買DUV買了一大堆 那華為買這麼多要幹什麼 華為自己不是晶片製造廠 但是他把自己的精神配置 要找放在中心 放在其他的很多的晶片製造廠裡面去 然後再來想辦法 說我可不可以從DUV去做出 照到DUV整個做15奈米或10奈米以上 那到7奈米到5奈米甚至到3奈米 那這個理論上可以 可是良率太低沒有經濟 因為等於你要曝光多好幾次 曝光你每一次都要對得很準 困難度非常高 那結果怎麼辦呢 他找什麼新開來 這些原來是做那種零配件 新開來做什麼東西 最早期是做電視機的影像控制設備 那這個技術就是要把不同的影像 把它對得很準 他利用這樣的一個基礎知識跟專利 就開發出一個說 我用DUV然後我多照幾次 結果我用其他的對準設備 能夠讓它精確度高 精確度高有什麼好處 我的良率就提高 良率提高 我就有經濟生產的價值 他走這種彎道超車的技術 聽說新開來不負眾望 拿了華爾一筆錢 終於弄出來了 其實他不只是找新開來找了很多家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你找了五家有一家幫你做出來 你就贏了嘛 所以 這裡面我以前也講過嘛 以前大陸上那個半導體設備的製造基金 或我自己的什麼工政府官聯搞了什麼工訓部 搞了一批人 然後把錢交給什麼清華紫光集團 胡搞瞎搞 我以前很久都批評他們 胡搞瞎搞 根本不是正規在處理這個事情 我一看就把錢給華爾去弄 就你看華爾就跨足到晶片製造設備 晶片設計 然後他也找了幾家在做晶片的測試 意思是說 美國人你說我不行 我就做給你看 那如果這個東西走得順的話 未來三五年的話 中國大陸會是全世界最大的晶片製造國 我先講到這裡 三五年最大的晶片製造國 你不要以為我們台積電很紅 不是我在唱衰台積電 唱褲國神山 我以前幹過半導體材料公司的總經理 我很了解這個東西 一突破 就是江湖一點絕 那個師傅收破就不值錢 他就是這個東西 那你知道三星也會做三奈米的 然後也會做 英特爾也會做 他為什麼做不出來 理論都一樣為什麼做不出來 就像說今天這個 鄭總編教我做一碗牛肉麵 我怎麼做都做不出那種味道來 就沒辦法 我店開在旁邊一定輸的 沒有關係 我在家裡面練一百碗不行 我練一千碗 練一千碗 親朋好找來 再想改變配方 我就練一萬碗 最後只要有一個人做出來 我就跑到你對面開店 就這個道理 現在在中低端 大概就是在15奈米以上的產品 中國大陸的產量已經獨霸天下了 這個你不用懷疑 因為裡面有韓國廠 有台灣廠 然後有大陸自己的廠 所以大陸的 整個大陸生產基地 不一定完全是陸商 它佔了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生產量 現在往高端走 高端的所謂的10奈米以下 最強的台積電 連三星也做不好 英特爾也做不好 那這一讀就這樣 那你以後覺得說 中國大陸的中心拼不過嗎 那個梁孟松就是發誓 一定要什麼 他是台積電出來 他跟台積電競爭 以前梁孟松還沒去的時候 中心頂多做個128奈米 就是被拖銷了 梁孟松去的時候 很有意志力 我看他身上就是中國人的精神 他老婆是韓國人 所以他跑去三星的時候 三星一年給他500萬美金 年薪500萬美金 然後他做了幾年 三星起來了 他結果中國大陸給他20萬美金 你要不要來 我給你股票 做成了才股票價值 做不成股票沒價 他就去了 七弄八弄 他把那個什麼 中芯國際從120奈米 爬到什麼 90幾奈米 50幾奈米 可以說全世界速度最快 台積電當年跨越速度也沒這麼快 你不要給台積電生下來就會做三奈米 台積電找錢 賺錢的是128奈米 現在還有128奈米的廠還在 所以你知道這個跨越速度 台積電是花了 將近快15年來跨到高端 他現在花幾年 沒幾年就已經快到高端 那個高端自省的邊緣了 所以如果說 新凱來這一套證明有用的話 那對不起啦 全世界的霸主是誰就很清楚啦 是好 新凱來這個如果有效的話 再來就是拼5奈米了 那接下來是說 會用在新一代旗艦機P70上面 等一下我們會請正總編來繼續幫我們看 好 先來請教 嚴老師你怎麼認為 美國的圍堵政策是失效嗎 您如何看 我們講的圍堵政策 一看頭是拿就是軍事圍堵 或者什麼 並沒有特意用經濟做 當然有一些制裁 但是你制裁的對象都說老實話 根本就完全沒有回首的能力 包括過去我們冷戰期間 他也對俄羅斯做過制裁 然後包括你說對北韓制裁 這種經濟的封鎖 大概沒什麼用 比較有用 但是現在對著碰到 中國大陸碰到華為就很難了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剛剛委員也提到 你這些速度會越來越加快大陸的技術 我們學歷史的時候會有學到一樣東西 就是說包括你看羅馬帝國 可能要花三四百年才能建立成一個帝國 到了大英帝國一兩百年就可以了 到了美國五十年大陸結果更短了 就是你那個速度 歷史的速度是會加快 因為太多前人的東西都存在 然後大家我們每次在學歷史都會講說 你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剛剛小米就是一個嘛 就是我站在別人的肩膀上 我來看一看嘛 那就快很多 所以你今天要針對華為做任何的制裁 我覺得確實不容易 而且當你要準備對一個已經這麼強的 那表示你要保護你自己的市場也好 或者說做任何的關稅這種保護 就表示你是落方了 就美國已經不是第一了 第一根本不需要保護 第一是我比誰都強 對不對 是我比較差一點我需要保護 結果不是喔 現在看起來美國在這一方面 我覺得自信心不夠也是一個很大原因 那要不然美國就像大陸有這個政府力挺 或者像台灣也是搞一個國家隊 美國也搞一個國家隊 雖然他們英特爾也算是國家隊 但是他們這個經驗不足 搞國家隊的經驗不足 所以看起來真的是很難來阻止 這樣的一個華為 這個你要封鎖它 你要制裁它 大概都越來越難了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商權崛起 小國生魂 現在與未來 更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近代環球發展現 現在如果不用 荷蘭的這個新紫外光 即紫外光曝光機的話 它會有這個新開來 一起來生產這個5奈米 那預計呢 如果這個5奈米 真的能夠成功 最可能用在即將上市的 新一代旗艦機P70上面 請教鄭總編接下來有什麼 一些觀察的亮點指標 P70它正式的規格 目前還不知道 但是從過去的發展 它可能還是和MAT60 有一些傳承的關係 包括它所謂的這個 709系列的這個5G平台 還有它這個華為 自己開發的盤古大模型 所謂盤古大模型 就是像AI人工智慧的這個 相關的模型 它可以用於很多領域的 一些預測比如說天氣 還有這個一些旅遊等等 那隨著它內容越來越豐富 它這AI智慧 其實會不斷不斷的發展 那另外它按照目前的市場說法 這個P70在這個鏡頭 這個功能這個方面 也有不少的強化 特別它有那種這個超長的 前望這種鏡片 還有相關的軟硬件的這個技術 讓它整個拍攝功能來講 會比之前的Mate60好一些 但是這個很多人預測 它會不會用這個 5奈米這個晶片 但是市場有一個反應 就是說原來聲稱會用的這個 這個麒麟 這個9010這個晶片 這個5奈米 好像是因為良率的關係 可能會限制它整個產量 因此目前市場還有一個說法 就是它可能會沿用 Mate60的這種麒麟 這個9000S 讓它未來這個出貨能夠相對穩定 產量能夠滿足市場的需要 但我認為它本身應該是 即Mate60以後 一個新改良的一個產品 那由於它部分的功能 獲得了一個強化 再加上它在市場上 它在這個定價方面 可能會比Mate60來的略低一點 來爭取後續的市場 我想Mate60對於華為 它重新進入這個高端手機市場 可以說站穩一個腳步 尤其之前雷蒙多 最佳的Mate60代言人 發揮的靈異禁止 造成華為手機去年 這個手機在銷售量來講 非常的豐碩 因此其實我覺得可以這個 這個橫接之前的熱潮 在手機這個整個銷售來講 那持續穩定發展 那總體來講華為手機 我認為它重返榮耀 應該是一個很難逆轉的 一個發展趨勢 特別是2023年 它整個營收來講 可以說打破過去一個 這個紀錄非常的輝煌 因此這個手機持續更新 迭代更新 那未來這個賣向5奈米 甚至說5奈米 更小更微型化的這個手機 那絕對是它發展的重要的方向 好 華為手機重返榮耀 我們剛剛帶你看到的是晶片的部分 現在在技術上有一個全新的突破 要來帶大家知道的是 這個技術叫做指紋的解鎖 的一個心路 那過去我們來看到 其實在這個中國大陸的部分 數碼博主這個叫定交數碼 它賽出了一項是來自於華為 自行研製的超音波指紋辨識 專利的截圖 那他就說呢 這個技術啊 渴望被用在Mate 80上 被視為是重要突破 但是呢 大家知道在這個美方禁令之下 目前呢 中國大陸手機廠商用的幾乎 都是當地一間叫做 惠鼎科技的超音波指紋辨識 那惠鼎最近呢 又因為近期遭到這個 美國的這些制裁 他使用的高通的專利 也會受到限制 如何看接下來華為 真的能走出自己的路 使用這個指紋的解鎖心路 能夠成功嗎 我以為你怎麼看 這個超音波的指紋測試 是一個既存在的技術跟專利 但是每一個人的做法不同 不是說我是超音波的指紋測試 就是專利就是我的 被人就做不出來 它是某一種管道上被批准專利而已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 超音波的指紋的這種測試 因為以前都是用光學的 光學最麻煩的手刺 汗或者有很多人弄個老半天 就不准 特別是 特別手機現在像銀行一樣 他不認識你的錢匯不出去 匯不進來 你氣就氣死了 所以需要超音波 就是可以提升他 這種所謂的指紋測試等等的一個水平 這種阿車上的理論上當然很容易 那可是現在就是說 就華為人另辟蹊徑 你用A方法達到超音波指紋測試 我用B方法 A方法有A方的專利 是高通的 那B方法我就自己來申請專利 那現在申請專利也過了 過了就表示我們沒有專利的衝突 那你說這家公司也幫高通做 這家公司 我跟你講 大陸很多公司是 你給我錢我就幫你研發 你給我錢我就幫你研發 這種研發這種公司很多 那因為這種公司都是屬於中型企業 那它是單向專注在一些什麼項目的 比如說 大陸很多車子都會 汽車公司你沒看那麼大 它那個保險桿是找一種 專門在做保險桿的公司 幾乎每一家 那是一個台商 連賓士比亞迪的保險桿都找到設計 分工分很細 對 它比的不會就是保險桿做得比不還好 台灣在這種汽車周邊的零件 對 不是那個parts 不是不是 是這種外面擋風板什麼的 是全世界第一 而且它主動的幫這些大廠牌說 我設計好這個新型的這種保險桿 你要不要下一次下一代車子 你可以試用看看 它已經做到這種地步了 那很多地方大家會想 我自己設計保險桿 人員也沒有你人多 也沒有你人型 好好好就 剛才採購你的 所以你有這種公司 專門在幫美國高通 弄這個東西 沒有錯啦 原始構想一定是高通的 說我用這種方式來做 可能會很好 你去幫我想辦法不斷的測試 不斷的研究 那它研究的會回饋 怎麼改 怎麼改 那可是它所有人的錢 你不能拿專利 專利是委託你人才 那現在一樣啊 華為委託這一家 那你說你有專利 你就打官司 這個沒有什麼專利不專利 既然能夠拿到國際專利的話 就是讓你打官司 看哪邊侵權 我覺得這個官司 最後都是不了了之的 可是華為能夠這樣的 快速的突破 是有它的道理 而且華為是走在前沿 它不是走那種消費者喜歡的 比如說誰想得到手機 你必須用衛星通訊 對不對 那衛星通訊 以前我們習慣是我們去上網 用那個上網有衛星通訊台 那很複雜 它不用直接APP 再給你上面 很快的東西 那中國大陸自己有天公一號的衛星通訊系統 就接起來 天公一號就接起來了 所以這種競爭是會越來越多 可是很明顯的 蘋果你輸啦 為什麼 現在我問每個人 你用蘋果15跟蘋果14有什麼不同 差不多 他說蘋果15有邊緣的鈦合金的框 你在講什麼話 現在大部分人都外面裝個套子 管你什麼鈦合金不鈦合金 對啊 所以邊緣已經不重要了 連後面背景設計什麼也不重要了 反正那個機殼 大家願意花很多錢去買 去買外面的包裝跟殼 所以他搞錯消費者的想法 然後你只要告訴買消費者的人說 你買華為 當你在山上危險的時候 你可以用衛星通訊 那誰會整天去山上危險 可是消費者會想到說 對喔 終有一天說不定我用得到 那我就買華為 我幹嘛買你蘋果 這蘋果就被打趴在地上 大陸上根本沒有銷路還要降價 蘋果要降價賣是多丟臉一件事情 比如說你們女性同胞很清楚 想當有什麼時候降過價 我一直在品牌價格 我一定價就是什麼價格 你二手市場一定打折不多 對不對 蘋果以前也是二手市場打折不多 結果它一級市場都開始打折 你說二手市場會不會慘 所以蘋果這個戰爭到目前 i15已經輸掉了 是 好我們看完華為的這個新技術 我們再來看它又跨到新領域是這個 電動車的部分 跟奇瑞合作這一台叫做 智介S7的中大型豪華轎車 使用的就是華為的黑科技 那特別關注到它有這個趴車代價功能 我們請顏老師來快速幫我們講一下 你如何認為它成功的關鍵是什麼呢 可以成功嗎 顏老師我們一分鐘就好 我覺得就是你的這個整個的供應鏈非常完整 我覺得這個就是最簡單 你的經濟規模讓你能夠做很多東西 都非常順手容易 那這個就是現在大陸的優勢在這裡 那別的國家可能就沒有這種優勢 譬如我們台灣 我們過去做很多東西很順手 可是我們國內市場不大 所以是一個大問題 那現在大陸有它自己的市場 雖然說不見得有美國市場這種消費力 雖然人口是它的好幾倍 可是可能沒有那麼大的消費力 可是光是這個市場就已經很夠 我們很多人會搞錯 以前對日本也是有個誤解 日本大家都覺得 日本出口到美國 那時候造成美國受不了 可是日本其實真正它的出口 只佔在它整體的GDP10%而已 不像我們台灣或新加坡 這種完全靠出口的國家 所以像大陸今天也是一樣 當你的國內市場 當你國內的消費能力夠的時候 又有一個完整的整個的供應鏈 那你要做什麼東西 只要紮錢進去 大陸人才又多 他們的人 我這還是要講一句 美國人太多人去讀MBA 對不起 蔡委員 太多人去讀Law School 你不要說我們MBA的壞話 沒有 但大陸還是有很多人願意去讀 這個基礎科學跟工程 那美國一流人才都不再讀工程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是 好 蔡委員我們也是一分鐘 好 我覺得這個小米和華為 它走的路子不一樣 特別是介入汽車 我必須說小米真的冒滿大的風險 因為汽車業它本身其實 雖然是一個傳統產業 但它本身其實資金大 而且它的市場挑戰力太多 但是華為我認為它和奇瑞合作 等於說互相把擅長的部分拿來分享 共同打造一個電動車的一個新藍海 因此我認為華為就我自己來看 我認為它成功的機率 至少它冒的風險遠遠低於小米 這個部分我比較看好 這個華為未來在這個市場的相關的發展 好 謝謝總編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這一節我們來關心520前的台海議題再升溫 來看到的是國安會的秘書長蘇琪 我們看到他怎麼說 他日前指出解放軍其實在2018年 早就已經具備了佔領台灣的軍事能力 他還說如果習近平決定武統台灣 總共會有達到六個步驟 我們帶觀眾朋友來看 第一點是先發動網路的駭客攻擊 癱瘓台灣的軍事的這個指揮系統 第二個再來看到是以無人機攻擊台灣的軍事基地 再來第三點發動斬首行動 第四點以飛彈攻擊台灣的各大飛彈基地 第五點飛機侵入台灣展開 重點掃蕩 最後第六點才是派兵登陸台灣來作戰 針對此我們也來繼續看到的是前空軍的副司令 張炎廷怎麼說 張炎廷指出如果台海發生衝突 共機五分鐘就能夠到達總統府的上空 解放軍一定是立體上路垂直作戰 也就是出動戰鬥機跟直升機 好我們先來看到現在兩岸的關係 如此緊張敵意螺旋不斷升溫 不過離爆發衝突似乎還有一點距離 如果兩岸真的不幸發生了戰爭會有什麼樣的跡象 委員怎麼看 我的學長舒奇他是對台灣兩岸的情勢是憂慮很多 那他這個攻台的六個步驟 大家不要把他以為就是說 第一個步驟做完再做第二個 第二個就做完再第三個 他不是啊 他幾乎可以同時一起來 要也可以同時 對也可以同時一起來 所以不會有什麼應該就是十面埋伏十面合圍 十面進攻 不清楚問政總盃是不是這樣子 他不會有什麼哪個先哪個後不會 他可以同時進行 那如果同時進行的話 我們所接下來就是一個 一個軍隊的處境 就是海空軍大概第一個時間就會被消滅掉 像美國兵隊就是這樣子的 我們海空軍加起來大概五萬人不到吧 因為你要這個時候你要找後備的海空軍 後備的陸軍已經沒辦法 為什麼 通訊系統全斷 就是我們電力系統全斷 網路系統全斷 因為台灣的網路電力就是那一條線而已 一打就中啊 我們自己有時候 台風倒了一隻以後就大停電 就是這個原理 因為我們地理上的很大的弱點 孤立作戰有很大的缺點 指揮系統即使用軍方的秘密通訊都會面對 很多很多的困難 那在這種困難底下 我們 我這樣講大家一起聽得不太舒服 我們的投降率會超高的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是內戰 我保衛是一個政權 我保衛的不是一個什麼民主 注意到喔 保衛民主才會有人去犧牲奉獻 保衛的政權不會有 真的是不會有 歷史都告訴我們這個事情 你說你保衛民進黨政權 你要犧牲生命嗎 對不對 因為我們兩邊同一個民主 所以喔 我們語言相同文化相同 這個打起來不像殘酷 像國共內戰就是給我們一個歷史 喔 國共軍隊打日本人 絕不投降 犧牲奉獻 再多人上一死都愈為愈利 結果國共兩邊在打內戰的時候 這邊輸了以後 那國民黨軍隊馬上換成衣服 變解放軍來打了 那國民黨不講這個事實 就講說我多少軍隊被對方打垮了 哪有第二天他變共軍了 所以共軍一下就膨脹很多 就是內戰就是這種特色 那這個也真的沒辦法 那你現在這種攻擊的話 很快的喔 他是不打而已 一打很快就可以讓台灣 不管我們軍方張炎廷 或他們很愛台很愛國軍 他講說我們怎麼不對稱作戰 還有李喜明 我常嘲笑 我們什麼時候對稱作戰過啊 我們從頭到尾就是不對稱作戰啊 美國協防台灣會是選項嗎 美國不可能協防台灣 證據在哪裡 松田康伯教授前幾天來台灣 他是誰 他是東京大學教授 看另外一個身份 他叫做日本自衛隊的政策部主任 他講啊 日本的政策框架裡面 沒有協防台灣的考量 什麼意思 台灣有事 日本沒事 請問日本都沒有協防台灣的框架 美國在怎麼施壓 美國有嗎 美國也沒有 美國也沒有能力 美國唯一做的就是你大陸打台灣 然後我就凍結你所有大陸的 國際上海外的資產 我那很多啊 大陸政府國營事業 國營事業是屬於可以凍結的對象 國營事業政府單位裡面 光人民銀行在海外的資產就三兆啦 對不對 根本不會講中國的國營事業 這是中國目前最擔心的 是在這個 而不是擔心打台灣有什麼問題 一點問題都沒有 三天收拾乾淨 當時武漢發生新冠肺炎的時候 有個醫院 要找護士去上第一線去 沒有人坑聲啊 結果那個人想說 共產黨員舉手 我要好幾天舉手 共產黨員上 那些人怪怪的兵就摸得去 我們今天有沒有這種情形 民進黨員第一線去打仗 你們先死 有沒有啊 沒有啊 你民進黨員不死為什麼 我沒有死給你看 所以沒有這個必要 所以真的沒有打仗的條件 不要講他怎麼攻台六步驟 三步驟台灣就瓦解了啦 現在靠美國以威脅沒收中國大陸的資產 作為台灣最強的防衛力量 你美國會真的派軍隊來跟解放軍打 解放軍打狠起來的話 你根本擋不住 為什麼 中國大陸人多啊 我敢講 中國大陸至少有六成的人 願意為打台灣而犧牲奉獻 付出生命 這個是個現實 你台灣有沒有啊 沒有啊 這個就已經決定了兩邊的輸贏 所以剩下的就是政治談判而已 好 我們再來看到兩岸關係緊張 美國最新的動作 這位是 美國在台協會的AIT主席羅森伯格 他協同了美國國務院亞太局的資深顧問羅俊平 在昨天抵台了訪問一週 我們看到就在今天的話 是前總統馬英九他 則是展開了他的訪路行程 兩個行程我們現在看起來不一定有關聯 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 即將要到來的美國總統大選前 拜登政府希望在選前 就能夠掌握一些台灣的政策走向 但是也不願意發生無預警的意外 請問贏老師怎麼解讀目前美方的態度 我相信羅森伯格來台灣的次數 真的是比以往的AIT的主席要多 但是這一次來剛好就說第一個 當然我覺得和馬總統去訪問大陸 並沒有太大關係 我覺得還是確定在520的時候 賴清德的演說不會成為一個 當年一個新的麻煩製造者 然後讓美國拜登總統 在今年11月以前 不需要再為另外一個可能發生衝突的地方 而頭痛 拜登已經夠頭痛為了烏克蘭對不對 因為你看現在這個共和黨 包括川普所提出來的 就是根本要你放手了 那拜登又不願意放手 如果說不放手 手上已經有一個燙手山魚了 你現在台灣再成為一個新的焦點 對他選情絕對不利 所以我相信這個可能比較重要 當然還是也是來這裡 就是繼續保持就是美國跟台灣 這個就是說在這個 最近一連串台海關係緊張的時候 有一點點安定人心作用 但是我不知道現在他們 因為你知道來了太多之後 這個效率就遞減 這個就是你當你最需要來的時候 我們很需要 結果一看美國的議員 沒事就來AIT主席 理事長沒事就來 你就會發現覺得說太平常了 那種強化人心的那種效果 真的效果就慢慢遞減 但無論如何我覺得 他其實是針對520來的 是好在520前戲 有大陸學者做針對兩岸關係 也做了這個分析 我們來看到這位學者 共是做了三個階段的分析 第一階段他說1月13號面板上 我們看到這位是上海台灣研究所的 尼詠傑這位學者 他說1月13號到5月20號 這個階段叫做暴風咒雨 大陸對即將上台的 到選人賴清德進行危機管控 第二階段畫面上我們來看到 是520到11月5號 美國總統大選 在美國總統大選前 台海是風雨中的寧靜 因為中美兩岸都在關係 持續的觀察彼此 第三階段則是明年2025年 台海的這個海嘯 可能他就說真的來臨 如果川普當選 再加上台灣強化台獨路線 都可能讓台海政治增添不確定性 我想要請教總編您如何看 這位學者他的這個論調 剛好符合現在黨他的這個一個論調 您如何看 從他的這個預測來講 似乎是和目前這個現況來講 有一點點相符 特別是這個他講到這個 總統大選到520之間 感覺好像大陸就是看看 冷眼看台灣這邊 這個相關的未來的相關的政策 人事的安排等等 會怎麼樣去定調 特別是大家普遍解讀 就是賴清德520就職演說 他會說什麼 而且在這個之前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目前所接觸的民進黨 在這個國安 在軍事這個部分 那按照目前普遍的說法 就是延續蔡英文的政策 也就是他在整個軍事安全這個部分 沒有太大的改變 但是對於中國大陸來講 他更關切的就是 等你政權穩定以後 你未來的政策是不是更多的調整 更多的彰顯賴清德這種 比較傾向台獨這種 尤其是他自稱是台獨務事工作者 過去來又讓大家覺得 他在這個台獨這個意思來講 其實比蔡英文要激進更多 堅持更多 再加上賴清德他本身在政治上 他比較頑固一些 所以原始他未來會如何去做 這個是大陸非常關切的部分 那年底的時候 更重要就是美國的總統大學 那未來川普和拜登 到底是誰上來 而新的這個美國總統 會不會和現在有更大不同的兩岸政策 或對中這個大國競爭的這個方式和手段 原始我是同意明年觀察起來更為清晰 包括台灣這個執政當局